牠們拍了相片兩個年 拍了相片兩年 這兩年在香港不同的郊野地區拍了很多自然相片 拍攝風景,很多時候攀山攝水,什麼奇才蟲 還有經過辛苦換出來的一張照片,我覺得更加有滿足感 另一件事就是,因為我拍攝風景的照片 就算每次上山去到一個地方,天氣變化很大 我拍出來的東西都不同,令我覺得充滿挑戰 可以說非常有趣,可能拍完日出再上學 還有計劃一些時間,可能找書要晚一點才找 我覺得攝影令我最大的改變是拍照之前 可能都經常在家,不做運動,什麼都 但拍照之後,我經常走山,多了跟人溝通 還有會看到香港的另一面 只要跟我說,只要下相關資料,也不尊重我的照片 我絕對不會接給這些工作 因為我覺得我這麼辛苦,上山拍一張照片 而你給我的待遇只是下我的名字 那你跟我說的曝光率,就跟食免費午餐沒有分別 我覺得我寧願自己做不成一宗生意 都不想影響整個攝影圈的一個生態 因為當這些變成了一個常態或者規矩 影響更多之後的人 香港其實應該是由政府那邊開始入手 因為他們很多時候對於年輕人 可能比他們的曝光率不夠和投放資源不夠 很多時候都是專注在學業方面 令很多學生沒什麼時間去發展他們的藝術方面 的 的 做法 il 的 該 的 感谢观看